他是陕西头号杀手,被人欺辱整整35年不敢反抗,却在一夜之间性情大变,不仅迟到灭了仇家满门,还在作案后消失的无影无踪,被百姓称为执法者,那么他究竟是谁,又到底经历了什么? 1957年,陕西的一个贫困小村庄里,一个孩子的诞生令这家人无比信息,他就是董振,别看董振家现在生活不怎么样,他们的祖上却是当之无愧的大地主 巅峰时期,整个村子有一大半的耕地都是他们家的,新中国成立后,董振家被打上了地主的标签,为此不仅将家里大半的粮田分了出去,就连曾经气派的青砖大瓦房也一并被收走了,只留下了一间破旧的小土房和寂寞耕地 然而即使他们已经生活贫苦,但村里的人还是没有忘记他们祖上的剥削行为,因此他们家并不少人待见,村里人甚至会刻意欺负他们 在长期的折磨妻辱中,董副的一条腿被打断,家中妻女被拉上街游行,最终双双离世 董振的父亲为此一度悲伤至极,整天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好在不久后,村民们渐渐将这些事淡忘,董家这才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董振的父亲重新娶了一个妻子,并且很快生下了董振 董副紧记着妻女离世的残痛教训,因此在董振年幼时就经常教导她,不要和村里人发生冲突 但即使董振不惹事,村里的人却还是经常欺负她 时间久了,董振渐渐迷上了武术,虽然他也会几个招式,但却紧记着父亲的交代 从来没有仗着武术欺负村里人,甚至当别人欺负她时,他也只是默默忍受 渐渐的董振长大成人到了娶妻的年纪 但由于村里人觉得他们家太懦弱,因此没有人愿意把闺女嫁给他 为此家里不得不努力攒钱为他娶媳妇 然而他们好不容易攒了一些钱,却刚好遇到了西北的大汉 地里的庄稼严重缺水,颗粒无瘦 更加糟糕的是,董振的母亲还因为劳累过度,一病不起 为了给母亲治病,董振和父亲不得不将家里的钱拿出来 然而等所有的钱花光后,董母的病情却并没有一点好转 最终还是没有挺过去,永远的离开了他们 董母的离世令董家父子伤心不已 但逝者已逝,他们的生活还要继续,由于埋不起棺材 他们只能用草稀将董母的尸体草草裹起来,埋在了自家耕地里 正当他们准备重整其国好好生活时,却再次遇到了波折 他被人整整欺负了35年,祖坟被人推平都不敢反抗 却在父母被害后一夜之间性情大变,不仅屠杀仇家满门 还在作案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就是曾轰动一时的山西双刀旱肥,董振 董振生活的村子里有个叫郭宝才的村霸 由于他们家有门路,舅舅又是乡长 所以村里人都不敢招惹他,因此郭宝才越发嚣张 只要他看上的东西就会想方设法地弄到手 并且他还不允许别人顶撞他 稍微让他不满意,他就会召集手下狠狠地教训不知好歹的人 这天郭宝才突然来到董家,转了一圈后觉得董家风水好 因此要在这里建房子,命令董家父子赶紧搬出去 其实郭宝才一共强占了三户人家的房子 只不过他给了其他两户一点钱 其他两户虽然心有怨言,但谁让郭宝才有钱有势呢 那两家人都不敢招惹他,因此拿了钱就乖乖地搬走了 而轮到董振家时,郭宝才觉得董家人丁稀少 平常欺负他们时,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为此他认准董家父子好欺负 所以不仅没有给董家一分钱,还直接找上门 嚣张地命令董振赶紧搬走 董家父子上门讨说法,结果却被一群五大三粗的标新大汉拦住 不仅连郭宝才的面都没有见到 还被这群人痛打了一顿,并强制为他们搬了家 董振和父亲身无分文,又无家可归 无奈之下,只能住在自家耕地上,临时搭建了一间茅草屋 由于原材料只有茅草和泥巴 因此房子既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 在这样的房子里住着,不仅身体受折磨 每次想起来住在这里的原因,更是糟心不已 在身心的双重折磨下,董父很快就一病不起 由于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为父亲看病 董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病死在他面前 只要想到父亲临终时,连一个遮风挡雨的家都没有 董振的内心就格外难受 因此,当他将父亲和母亲安葬在一起后 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些欺辱过他们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 此时并不是古代的旧社会 因此董振的第一个想法还是寻求法律的保护 为此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勇敢地站起来为自己发声 为死去的父母讨个说法 他准备收集证据,将郭宝才告上法庭 然而他还不知道一场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即将上演 他被人欺负整整35年 祖坟被抛,父母也惨遭村霸欺凌致死 他一夜之间性情大变 手持双刀,灭仇人满门后 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打定主意后,董振开始四处奔波 广泛地收集郭宝才等人的证据 这件事很快被郭宝才得知 为此他多次派人阻止 甚至还光明正大的找上门威胁并殴打董振 但郭宝才的这种行为不仅没有阻止他 还更加坚定了他上方的态度 郭宝才见董振如此顽固 他自己真的会被抓进去 于是就找到自己的乡长舅舅 让他帮忙想办法 在乡长的周旋下 董振的上访频频受阻 故事被莫名拦截下来 就是石沉大海彻底没了音讯 而当董振垂头丧气的回到家时 却发现自家耕地前围满了人 还有一群人正在他家耕地里忙活 董振心头一紧 猜测可能又是郭宝才在整什么幺蛾子 上前一打听 却令他瞬间火猫三丈 原来郭宝才竟然以要为自家建祖坟为由 请来工人将董振家的祖坟给推平了 甚至连董振刚刚去世不久的父母都没有放过 全部移为了平地 自家的祖坟都被人推了 这不是骑到脖子上撒野吗 联想到从小到大受到的委屈和欺辱 以及多次上访却迟迟没有结果 董振压抑在内心的情绪最终爆发 从这一刻开始 他彻底走上了黑化的道路 看着眼前嚣张至极的郭宝才 以及身边人不断的嘲笑声 董振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这些人全部付出代价 1992年5月9日 这一天郭宝才的新居终于竣工了 新房看上去格外有拍面 为此他迫不及待的 在新房里大肆艳禁宾客 沾他乡长舅舅的光 赶来的嘉宾全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现场的欢声笑语 甚至能传到吉利之外 董振听到这些欢声笑语 心中的怒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他拎起两把砍刀来到郭宝才家 此时郭宝才和宾客们都喝了不少酒 一个个都有些神志不清 郭宝才的两个堂兄弟听到敲门声 打开门后却连人都没看清就被砍掉了头 董振提着两个人的头来到院子里 将两个血淋淋的头扔在了郭宝才所在的那桌 很多人都被吓得四散而逃 郭宝才却偏偏偷铁 到这个时候还觉得董振好欺负 叫嚣着大家一起上 一定要给董振一点颜色瞧瞧 结果话还没说完 就被董振一刀送上了西天 此时董振已经杀红了盐 他将心中积攒多年的委屈和愤怒 一股脑的全部宣泄出来 挥舞着两把刀狠狠地砍向曾经欺辱过他的人 对于郭宝才的家人他更是照顾有加 胀到80岁老人下到几岁的幼童 没有一个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由于动静太大警察很快赶来 但此时董振早就已经不知所踪 由于迟迟没有找到他 因此有人猜测他改名换姓 成了成奸除恶的忽兰大侠 也有人猜测他在逃命过程中 早就已经不在人世 但这些终究只是猜测 并没有人能够证实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这些终究只是猜测